在河南省商修市有这样一个独特的合唱团 唱歌的成员全部都是视力有障碍的儿童 尽管他们的眼睛看不见 但他们的歌声却悠扬动听 多次在全国的合唱比赛上获得荣誉 今天的一点温暖 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合唱团和它背后的故事 一 二 四 在商丘市特殊教育学校的音乐课堂里 他家贺正带着孩子们练习新的曲目 跟随着钢琴伴奏 孩子们坐直了身子 认真练习着每一个音节 这些孩子们都是学校合唱团的成员 这个合唱团也是潘家贺一手组建起来的 2009年的时候 我到了商丘市盲筒学校 我发现这群孩子是特别喜爱音乐 看见这些孩子 都想我能为他能做到什么事 当时就这一个念头 潘家贺发现 部分视力障碍的孩子性格孤僻 不爱说话 但却酷爱音乐 为了打开他们的心扉 鼓励他们发挥自己的兴趣爱好 潘家贺萌生了组建合唱团的想法 合唱它的主体就是爱和奉献 而合唱团中需要孩子们共同的努力 把我们孩子们那个自尊自立自强自信高贵的这种品质 在合唱团中也能够培养得出来 我看那么多孩子那么去渴望学音乐 他们能唱准的话合在一块是多么美的声音啊 2014年 潘家贺组建合唱团的心愿终于实现了 在商丘市特殊教育学校成立了台花合唱团 潘家贺是辅导老师 我们孩子全部是来自农村的 而且好多都是留着儿童 孤儿 他们对歌唱团的执着 他们对歌唱团的热爱 一直在激励着我 也让我看到了我做这件事的意义 台花如你小也学母难开 就把这个小台花呀 比作我们的孩子 它盛开的时候那小花虽然很小 但它一样非常的艳丽 就是让我们的孩子呀 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 能够有一个自信的人生 合唱团建立之初 不管是潘家贺还是学生们 都遇到了重重的困难 每个学生的性格理解力 和身体的协调能力都不同 再加上视力障碍 传统的音乐教学方式是很难奏效的 有的学生呢 也因为找不到发声的技巧而急躁 不过对于音乐的热爱 让潘家贺和孩子们始终没有放弃 他们不断地探索调整各种学习方法 终于让这群视力障碍的孩子们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 我们用什么在唱呀 气息在飘 再来一遍 来 吸气 走 我们正常孩子唱和唱 吸气 对 老师一个指挥 一个眼神 你看我的眼神 你一下子跟我吸了 我们孩子看不到 我都琢磨呀 怎么去教他们呀 那只能一个月就教了 两手 你看老师怎么弄啊 知道了吗 怎么弄吗 你试一下 看他学会吧 对 保持住 停 放松 再来 吸气 对 真忙 真忙 为了让视力障碍的孩子们 感受到音乐的发音和节奏 潘家贺让学生逐个把手放在自己腰侧 感受发音时胸腹的震动 再让孩子们进行模仿 一点一点的去在生活中去找这个感觉 摸他们的恨恨机 他在摸我的这样 一面一面的感受 一面的感受 一面一面 就是咱一面不行两面 两面不行三面 三面不行五面 五面就一直持下去 我说老师不急 你也不准急 就这样去教会一个 再说下一个 课堂上 潘家贺的教学严谨认真 但教学风格却幽默灰险 经常逗得孩子们哈哈大笑 孩子们也都开始期待 每周合唱团的课程 开心吧 我喜欢唱歌 我也喜欢唱歌 这是我的兴趣爱好 然后每次上合唱课前 我就开心很久 为什么感觉上合唱团这么开心呢 因为这里的同学们都特别团结 非常温暖 快乐 温暖 老师们的关爱 就这样 孩子们学习得越来越认真 逐渐摸索到合唱的技巧 积累起了自信 可余时间 他们经常三五个聚在一起 跟着音乐唱歌 教室里 操场上 处处都回荡着孩子们的歌声 其实相比于教学所花费的时间 更困难的是真正走进这些 视障儿童的内心 或许是被潘老师的耐心和真诚打动 这些孩子们不仅喜欢潘老师的课 还喜欢在课下围着老师转 这袋折纸一直被潘家贺放在抽屉里 这是前年孩子们集体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我在排练我们的合唱团 一进屋 好多同学 应用而上 每个人送我一个礼物 这是这一个是个船 上面写着是生日快乐四个字 还有一个同学把这个心放在这个 小燕子的心里面 说到这礼物的时候特别的亲切 因为这孩子的心意 我没想到那么多孩子一块给你送来 那时候我感觉都长大了 潘家贺不仅用耐心为孩子们打开了他们的音乐之门 还用自己的真诚扣开了这些孩子们的心灵 台花合唱团也逐步步入家境 孩子们开始登上大大小小不少的舞台 自信的放声歌唱 天是一个很美好的季节 白白的雪就像沉睡的海 沉睡的海有一些鲜鲜鲜鲜鲜鲜鲜鱼 孩子们的歌声也从校园走向全国 在第十五届中国合唱节 台花合唱团还一举获得了同声组金奖 他们特别高兴 他们感觉自己做了了不起的事情 我从来没有把这帮孩子当成残疑孩子去对待 我们每次比赛或演出的时候 我觉得比正常孩子团队要求更高的高度去要求我们的团队 靠我们实力靠我们的歌声去打动别人 如今合唱团里有三十二个稳定成员 不少孩子从加入开始就再没离开过 最长的在团里学习了八年 一路走来 音乐不仅带领这些孩子走向了更好的舞台 也打开了他们心灵的世界 我发现我们只要见了我们合唱团孩子 首先歌都唱得高 而且走路都带风都带劲 而且他们对这个生活 对生活的那种追求更高了 鼓子里面都有那种很有自信的那种 对自己要求也很高 原来孩子就是只是单纯的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很少和外界去沟通交流 然后但是进入这个合唱团之后 他可以就是打开他的心扉 和正常的小朋友 还有周围的这个正常的世界 他可以尝试去沟通去交流 我觉得他现在更自信 如今在商丘市特殊教育学校 已经陆续开设了钢琴 葫芦丝架子鼓等课外兴趣班 不少孩子还会报名学习一到两种乐器 音乐为这些视力障碍的孩子们 带来了更加多彩的生活 我们盲童孩子也是有能力的 他在音乐方面是有天赋的 他们也能够取得很好的成绩 他们能够在社会中融入到这个社会 能够谋生 能够生活 我觉得做的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感觉我和他们在一块这段时光 是非常非常快乐的 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 叫做只要心中有了爱 酸甜苦辣算什么 只要心中有了爱 喜悦哀乐都是歌 对于每个人来说 生命只有一次 如何放大生命的价值 却有无数的可能 生命的魅力正是如此 台花如米小 也学牡丹开 台花和唱团的老师和孩子们 用热爱和坚持告诉我们 只要向阳生长 努力绽放 便是人间最美的图景 请不吝点赞 订兴 się